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呢是12月5号 现在是已经正式进入冬季了 晚上基本都是零度以下了 现在地下的山表面就已经冻了 可能几寸的一两寸的深度都是冻的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准备 把我的有些植物保护一下 像大家看到了 我呢今年的冬季对一些植物的保护 特别是这个灌木有所不同 你看这个这几颗月季 因为我呢今年的朋友送了不少落叶 都是打蛋装好了的 我今年就四个 四个就是你的花园呢 经常有四个尝试的去做一些东西 正好呢这些带装的落叶呢 我那个F2D已经满了 我就用这些带装的落叶的袋子 那么把这些月季 你看这几颗月季我就用袋子 周围呢给它围起来 这个试一试它的保护效果怎么样 因为呢这个落叶在袋子里面呢还继续腐烂 会产生热量 另外呢它的塑料袋子 所以呢我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几颗月季呢 也都是Hybridity 这一颗也好像就是耐寒去四五区的 也比较接近零件 虽然冬天呢它们的根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顶上都会动 都会动伤或者是动死 那么春天呢重新再从根部长出来以后 有时候呢甚至都不会开花 所以呢这几颗月季呢 不是这么这样的保护 那么这个乡村呢我去年没有保护 它呢就是在底下一米左右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是很木质化了 所以呢今年的春天呢 上面呢就是都冻死了 我剪掉了以后呢它从底下呢又继续发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长得很高 都是新的 因为它是在第一年长的六尺 长了五尺六尺高就是这一年 所以呢它那个木质化程度还不够 还不够 冬天可能就会又会被动坏 所以呢我准备呢 把这个像根深树呢 用这个看中这个麻布呢 给它包裹起来 让它这个春天的顶上也动不坏 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呢 把根据适当的高度 一人高左右给它剪掉 让它这个保持这个高度 不然的话整个全都又点下又冻死了 又重新又又发 你可能要费一些时间 另外呢这个看这个日本风树 也比较小 这个杆也比较细 也准备用这个麻布包一下 这样再给大家看一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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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包到最底下 从能有二三三十公分到四十公分往上吧 你看一只都用麻布 一只到头都包好了 看这个冬天会过得怎么样 咱们来点春天再看这棵乡村树 那么这棵日本枫树 下垂的日本枫树 从底下也是一直到顶上都包好了 那么顶上我是用 因为它是下垂的 这个阻子比较柔软也比较细 所以我给它用个阻杆给支撑的 让它就是先长高 然后再下垂长粗 等到这个粗式细可以了以后 就可以把阻杆撤了 希望它这个今年保护这些呢 明年都没有问题 就会再长粗 一年一年长粗 可能就再冬天就不用保护了 好 这样呢 我今年冬天的这个花园的主要几个冬季 这些植物保温的 给大家就这样介绍一下 约记乡村书和日本风书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